我这边有个东西我不知道这里能不能咨询啊 就可能类似于这种传销 我之前也博国锦找着过帽子 就我父亲 我父亲那边 然后他在河北那边 就是类似于说什么儒家啥的 然后就每人交五万 然后当时报完锦以后 他们好像只做遣散 然后就也不怎么太管这种事情 那具体是有人被骗了 就是发生实际问题的以后才能判呢 有啊 那边 那边现场的话有100多人嘛 然后当场会议的时候 报警的时候大概是30来人 然后那个当帽子过来的时候 说人数不够 然后就只给拉到火车站里面请散了 然后但是他们不做进步处理吧 就人还一直都聚集在那边 你要达不到构成什么样的级别的那个东西之前 确实只能按照效果一般处理 就算你看明白它是咋回事 它也得达到一定级别一定量 才能按照那个什么去处理 哦也只能这样是吧 对那你不够量 你不能说你说我看着明白你是这个 他就他就跟他家楼下给给夏汉吉的王大爷骗了35块钱 他的方式是传销 但是你就你就这一个你想怎么办 但他们现场的话有很多人 他们现场的话有三五百人 三五百人如果都是过来维权的要退钱的 他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就这么简单 三五百人都是奔着挣钱去的 你问没有啊 没有啊 公计他要借他五万 那他们自己不承认 你看有啥用啊 就那我想把我附近这个行业不好解决是吧 必须发生实际问题的时候 三五百人在维权的时候才能解决 要不然怎么定性啊 好 对吧 嗯嗯好 这钻的就是路动啊 那干这些活的人比别人都坚信多了 我就我在挣钱 算了你又不能说了 为啥 这些组织进去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你洗脑 这个洗脑 我告诉你他们是很有水平的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说啊 大家一直跟着说一直啥 有很多人定力不强的确实是会跟风的 有很多越是降肿 他越容易身陷不出来 你知道他们怎么弄吗 他们进去了以后 他们会给你先达成 一定程度上的基础共鸣 然后你带发 这是属于非常高端的 非常尖端的心理学战术 哎 你看吧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 我给你们大概 大概我给你们说一下 我给你们就稍微展示一下 他们的 他们的路数是什么 他们是前面上了 上了你就好 比如说开会也好 啥也好 坐一大帮人 坐在屋里面 他不是上了就跟你说 我们干这干挣钱 怎么怎么的 那没人信 明白吧 他们是什么套路 假如说你们现在都可下面坐着 我呢 现在过来跟你们唠嗑 我唠啥 兄弟们 现在这个 就你们按正常 正常反馈就行 你看 咱也不用特意 现在吧 这个都说 都说这个什么 国内这个环境 大环境 经济 下滑也好 啥也好 但是吧 你们发现 有些人 他该挣钱 他还挣钱 只是受影响的 好像总是这个 我们所谓的什么 传统行业 对吧 这个有吧 这我现在其实说都是实话 都是真实的 哎呀 这个下滑 挣钱的人一直他都挣钱 哎 他这有些人受影响 那这其实就啥呢 跟行业有关系 有的行业 他会 他会受这个影响 影响 而有些行业 他就是不被影响 那这个影响和不影响 有什么区别 你可以从最简单 说 咱们说有东西是刚需 哎 有东西不是刚需 不是刚需 东西就是你说 啊 这最近这个 这钱也不好挣 我省点花吧 万一干什么事 人家里老百姓不都这么想吗 在座各位 也都这么想吗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说 你如果在干的事 就是他省钱 能够就能省掉你的行业 你这个行业 就不是刚需行业 咱们做这个东西是什么 人身体这个健康 是刚需的 为啥 你再有钱 活着总得活着吧 命比什么都重要 对吧 在座各位 健康的重要 那每个人对健康的认知不同 你说 有人说 我喜欢起草 我喜欢断店 我喜欢吃盖片 我喜欢干嘛 其实各有各的方式 咱们就不去说去 对吧 咱们不去说 不用说我们这方式行不行 但是啊 但是什么 所有你们发现 挣钱的机会 都是后知后觉 再多各位 你们仔细 都是后知后觉 你们身边 从来没有听说哪个故事 说 张三跟李四两人 在小作棚里面 他俩的创建 你从来没听过 马云在小办公室里面的故事 你都是等他成名了以后才听 因为马云小办公室里面的故事 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那我可以这么说 再多各位都是马云 对吧 我们按照时间线来说 成功了以后 才具备被讨论的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的行为 像什么 可笑至极 我们像极了当年的阿里 我们像极了当年的腾讯 我们现在在屋里面以后 被所有人都要耻笑 这帮人在想怎么弄 那我们就说一个核心关键 我们的这个产品 被不被人们所需要 是不是 我告诉你 就是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让人做节目效果 听同掌声啥的 我告诉你 他们是真的从一些 很有道理的话上面 去一点一点引导你 再加上啥呢 这屋里面真做三十人 二十五个都是托儿 要二十五个人进来 都得关心鸡蛋隔哪里 那这事就没法继续了 懂了吧 这事就没法继续了 十句话上面 就掺一句假话 都够洗你脑袋 嗯 我给大家看看